馬力歐剛剛講說男生 這個要戴雨傘套 這有道理 特別是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對 雨傘套 但是下面不能破掉 當然 因為新的雨傘套 我當然是因為以前是用咖啡杯 咖啡一般沒事 那個 咖啡杯 但是飲料碗要放好 不然人家拿去喝 對 然後我們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拍戲 我們從台北要開雪碎 開到宜蘭 那個一塞車就是將近一點五 到兩個小時 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們通常在內湖公司 舒緩化完都喝咖啡 一上車一塞車完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我會 拿一個咖啡杯 喝完之後 真的不行 我會做副駕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要上廁所 然後你就是簡單上完之後 然後倒掉 就是這樣子 跟你坐車的人會聞到你吃什麼 不會 其實都不會 不會嗎 其實是不會 那你要放好 不然他說 這還是熱的 對 我現在也會賣茶了 OK 雨傘套 那女生呢 女生真的很麻煩 沒辦法 沒有辦法嗎 對 我現在是有買一個那種神器 就是上廁所神器 它是可以繩索的 然後它就會有大有小的 放在車上 給小朋友用 其實大人自己真的很難 你就算真的有那神器 你也尿不出來吧 就是在車上 在家裡 家人應該還好 家人是還好 但是不知道 沒有習慣就是你會沒有辦法 放鬆的那一刻這樣 Do you have good 方法 不曉得 沒有 但是如果老人家 就會建議包尿布 對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 沒辦法 那Vivi 有沒有新娘子也憋尿 有 其實我們在婚禮當天 也是蠻多新娘 也是會一路一直別鳥 因為他穿脫禮服 很麻煩 他要上那個廁所 他要嘛就是剛好 要去換下一套禮服的時候 全身脫光光的時候去廁所 要嘛就是要拎著那個裙擺這樣子 然後要有兩三個人 幫他拉著後面裙擺 然後因為有一些飯店 他是沒有自己的洗手間 新娘的洗手間 是跟冰科一起用的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們只能去那一種 殘障用的洗手間 比較大間 然後就看到兩三個人 幫他這樣拉起來 然後他就必須 我覺得那一刻就是 你要突破心理的障礙 就是想辦法在大家面前尿出來這樣 那我曾經就是有個新娘 他一般來說新娘通常都是會盡量 避免那天喝水 對 然後也少吃 但是我那新娘很有趣 他在跟我企劃說 他就跟我說 應該是說婚禮的前兩天 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告訴你 當天你每一次進場前跟進場完 一定要留時間給我上廁所 他想說很少新娘會提出這需求 因為大家都覺得可以不要上 因為通常都是我問新娘說要不要上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他覺得麻煩 他就覺得就忍這樣 怎麼會有人先自己提出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是因為他很認真 就那一個禮拜 他很認真的在手作禮物送給親友 可是因為太多份了 所以他做到就一直憋尿 憋到後面一樣的 就是泌尿到感染 對 所以他不得不去上 然後他就說醫生有警告他 不可以再憋 因為他已經感染了 如果再憋的話會更嚴重 所以說他當天不管怎麼樣 都一定要找時間去上廁所 那我就說 可是我們第二次進場活動很多 怎麼辦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而且那活動都他很喜歡的 他自己覺得一定要拍 他說我已經獲出去了 那些活動 你就讓你跟我老公 兩個人自己在臺上玩好了 我還是要去上廁所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這件事有點 讓他留下一點遺憾 早上很多事情都沒辦法參與 那伊莉你憋過尿嗎 有 我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看門診 因為我們早上門診是九點 那營養師通常都會到十二點半 因為有時候講比較久 那年輕的時候 是真的不好意思 當著那個病人面前 走出去上廁所 因為你走出去的時候 病人拍拍就坐在那裡 我相信醫生也是有 他說你去面試 你要去哪裡 醫生說他不會知道你要廁所 他說你要去哪裡 怎麼還沒 趕快他下一個要進來了 那病人那個眼神 你就會 就覺得 對 所以有時候三個半小時 就沒有上廁所 可是而且我在講的時候 講話其實會喝水 喝咖啡 所以就只能夾著 就是 真的 女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翹腳 後來確實有一次 有那個膀胱炎 那真的很不舒服 我還真的要用藥 然後所以現在老鳥了 看診就是 就是一個病人進來看完之後 想上廁所 我就出去了 我就說一樣是上個廁所 等一下就回來這樣子 要不然以前會真的不好意思 呂醫師 我們膀胱是可以 抵幾CC 大概女生的話 大概三百多到四百多 男生可能可以到五六百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裝到滿嗎 通常你大概到三分之一的時候 你就會想小便了 多少 大概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想小便了 對 你就會有尿液感 然後你是可以憋尿 但是憋久了 就是你會有剛才說的膀胱會退化 他會容易感染發炎這些問題 對 像我們 像剛才說 我們以太基調尿路動力學 他就是像剛才說的 憋尿的感覺 就是你會有 我們會測說 你第一次在什麼壓力的時候 你會想尿尿 第二次在什麼時候 壓力的時候想要尿尿 那如果是你的間隔太短 就是可能就是有膀胱過動的問題 對 所以說 如果你真的憋尿 憋太久 造成這種膀胱過動 也是要 就要開始 可能要長期吃藥控制 那有人得膀胱癌嗎 膀胱癌 這其實膀胱癌 大部分是跟體質有關係 而且早期會說跟懶頭髮抽菸 然後甚至有些下水 到有些重金屬 地下水 有些重金屬這些有關係 早期 那現在就當然這些環境 比較好了 就相對來說比較少見 但是其實說你憋尿 基本上你不太會跟膀胱癌有關 但是就是說 你有開始有血尿 就要開始注意 尤其是不會痛的血尿 通常你那個蜜藥到感染 你的血尿你是會痛的 因為你是膀胱表面受傷 但是如果說你有血尿 可是你不會痛 這個反而要更小心 血尿但不痛 對 因為這可能表面有長眼科 開始有小腫瘤 開始在出血 這種 你就不會有痛的感覺 我有去看過泌尿科 然後那時候是搞完發炎 對 然後搞完發炎 然後那個天啊 那個痛到我已經臉都發白了 然後就去看 就是和平東路很有名的那個 什麼田 對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 醫生我是不是得睪丸癌 然後醫生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 會痛的都是好的 不會痛的才是不好的 那你睪丸發炎 不睪的時候呢 對 對 就是睪丸發炎 跟他那個憋尿也有關係 因為通常我們是 睪丸發炎 因為我們從塑菌管到尿道 對 所以可能他之前去雪山 血碎憋太久 然後那個細菌就從你的 塑菌管跑到你的睪丸 那他如何知道你是睪丸發炎 他就是 然後他就 他說這樣會不會痛 我說會 他說其實我們男人有四個睪丸 有兩個主睪 然後還有副睪 他說 你健康教育 讀那麼熟幹嘛 我真的 其實我不是 去看過醫生就 久病成兩次 其實我只要 因為我講的故事是 真的故事 我自己本身是 所以我不用看這個 我都在這邊了 所以他都 他說你放心 會痛的都是好的 就是沒問題的 不會痛的才要擔心 然後他就驗尿 他說發炎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 不正常的新生活 有沒有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問這個吃抗生素 打一針 然後吃藥兩天就好了 他就是發炎 就是這樣 他就小心一點 OK 好 那另外就是女心攤圍 因為說自己吃太多某一種藥物 結果造成他貧尿 那是他吃了什麼 他是抗生素 那因為的確抗生素是會讓身體部分的機能失調 那個時候他是他自己沒有講 但是就是醫生採測 採測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有說他最近受到貧尿所苦 可是不是尿道發炎 是因為他吃了某種藥物 那也包括有一些女心 也不是女心 抗生素 對 他是抗生素 會頻尿 那個女醫師 抗生素會頻尿吧 應該是說他頻尿 可能是因為他細菌感染的關係 通常我們泌尿科 你驗到細菌 我們會開抗生素給你吃 可是其實有的婦產科醫生 他不喜歡開抗生素 因為就是他 因為我們陰道裡面有一些乳酸菌 有一些症狀的菌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你用太多抗生素 你反而會造成你的陰道發炎 會有其他的問題這樣 所以說你其實你如果症狀行為 你可以多喝水 先試試看 看能不能把他沖掉 或者你吃一些蔓越莓 或者一些甘露糖 一些保健食品 看看是不是能夠改善你這個 喵到感染的問題 對 因為他那個聽起來就是 到底是陰還是果嗎 不曉得 但是就是他自己是有 在他的社群上寫 因為某種藥物讓他的貧尿問題變多 可是他不是發炎 然後像女性如果剛生完 生產完 像我太太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生完的時候 其實也會貧尿 那有些人生產完還會漏尿 因為那個鬆了 就是膀胱力量 肌肉已經沒辦法鎖住 其實有的人會以為說 就是要自然產才會漏尿 其實剖腹產也是會漏尿 因為你只要你懷孕 你的那個肚子撐大 你的肚弓有壓迫 你的骨盆肌肉就會中時 就有可能會有漏尿的狀況 瞭解 瞭解 現在有一些症膊 或者是一些 渡這些玻尿酸 都有機會改善這些制度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很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